因為我身邊的朋友是可能 知識都超好 比我還要好很多的那種 然後就是一群被養在籠裡的鳥吧 甚至有的人是自願被養著 台灣每年夏季正好是大學放榜的日子 這時候報紙和新聞 往往能見到有關明星高中的大學錄取率 等相關標題 醫學系及各頂尖大學的頭銜 彷彿炙手可熱的皇冠一般 成為大部分家長要求孩子必須追求的目標 明校時尾就是一定要上頂大 蠻多的啊 蠻多的就是 可能會不會連同學自己都有什麼的 我覺得父母一定是有的 就是從 健行處理自由版有一個 我覺得他們的方針完完全全 我不知道現在還是怎樣 但是我們那時候他的方針就是 到國山的時候 我們會把所有 就是健行週半三十個人是內定的 然後還有其他的一些人 就是想要考台南醫中科學班的人 就是從國山開始 就是我們會 我們全部會被集中到一間大教室 就是每天就是 裡面上學就不用去本教室 你去那間教室讀什麼 讀考科學班的東西 就是一個就是集中訓練 然後看能送多少人上科科學班 然後那年的榜單這樣子 對不對 校門外高掛紅榜 補習班貼滿整牆文宣 無一不適灌輸學生們 唯有考上名校和熱門科系 才值得被讚許 而他們真正的夢想還未成新 就已被扼殺 然而不少人上大學之後才發現 自己並不適合所謂 以後有未來的科系 因而花了更多時間 去探索自己真正所愛之物 就是因為那個時候還沒有想到 有專注這個學校 就一直覺得說 自己是不是就要卡在那一支專注 就是我真的是沒有 真的是沒有想到 真的是考完 考完重考的這次學生之後 有一天 就放行中 然後 因為放行還是覺得還是很爛的 然後我就躺一重三 然後就想 他就想到說 不然我就考 不然我就考社會組好了 覺得很神奇的感覺就是 如果 精力有重量的話 為什麼這年度的重量大於過去19年 有時候會有種很奇妙的感覺 社會組跟自然組的話 一定要我們選自然組 因為就是可能出來的科系 大學科系 然後再來出社會找工作 他們會覺得說 比較順水 就是其實我很從小到大聽很多 我爸媽都是 他們是社會組 就是有點像讀 知管或氣管系那種 可是他們就是覺得 學到的東西 可能 他們長大之後覺得 覺得並沒有什麼用 就是可能出社會之後自己的經歷 然後就來告誡 他們的下一代說 你們要去找 就是 他是最 最想我們去考醫學系 對不對 就是 就是覺得說小孩好像 從小展現了不錯的天賦 然後就一直Push他去 竟然要不要去考醫科 去讀三類組這樣子 因為他們覺得這應該是 能夠 你生活能夠過得最優勻的一條路 這樣子 然後就算你不想讀三類組 那二類組的什麼工程師也可以 日治時期的台灣人 處在教育資源被限縮 且經濟不穩定的環境 要能讀書 考上師專 音學系都很困難 但只要一擠進學校的窄門 就算是出人頭地 也因此 唯有讀書高的觀念 一直更生蒂固於台灣社會中 人從小開始到長大出社會找工作 學歷永遠都會被放在評分標準裡 傳統中華文化的科舉 台灣人也延續這樣一個觀念 覺得應該要注重子女的教育 然後要讀好的學校 那此外呢 這一部分跟從中國以來的門第觀念 也有關係 類似門第觀念 其實日本也有 在清朝時候呢 就引進了科舉制度 然後到台灣來 有些地方就有成立了這些公立或私立的書院 那到了日本統治時期呢 他把那個新式教育的一些制度 帶到台灣來 比如說他設立了 那個工學校 就是今天的小學 同時呢 上後推行九年國民義務教育 台灣人受教育的機會 就變得更普及 在這樣的一個發展的過程當中 教育機會 確實是比過去增加很多了 然後 也有相應的考試制度 可是呢 就對於 民校的那個 認同跟追求 是始終都是沒有改變 大學的排名 其實你會發現 在二十年的教改過程當中 變化不是很大的 這是可能要去思考跟檢討的一個問題 為什麼教育改革 這麼多年 但是始終沒有辦法動搖 普遍社會對於 民校的一個追求 考上民校系 就能發大財 並有穩定未來 這或許是一筆划算的投資 但正如國立台灣大學 葉秉承教授所說 感示 好奇 夢想 是三樣最珍貴的寶物 我們應該更重視 每個人本身的特質 鼓勵多方嘗試 追求真正嚮往的目標 成為自己 理想中的樣子